看了一個志多多的書 故事是晚上睡覺才講志多多的書 名字叫志多大王 告訴他你是錯的 不要插隊 為了強化得育效果 鹽柱製作志多多大道理小故事親子漫畫故事 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生活化的漫畫故事 幫助家長在親子閱讀過程中 培養孩子正面大直觀 好 早安給我朋友 早安 嘉小伯 叔叔 謝謝 好 今天蔡英俊說故事好嗎 好 好 好 今天我們說的故事叫做正直小勇士 是啊 好 可能有些朋友會聽過 我們試一下大家聽的時候是否很厲害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 一群動物的小朋友 跟著這樣 好不好 然後哇啦啦 就 咦 好辦法喔 你猜他想出什麼辦法 原來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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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群動物的小朋友很厲害 他們會這樣說 他是誰 小獅子 小獅子 小獅子就說 哇 嘩 嘩 我覺得這樣又不對 因為如果我們要插隊 其他朋友就很不公平 聽完之後 朱露露和娃娃娃 就覺得很殘忽 好像覺得不太好 對嗎 聰明老師 對 他們決定乖乖的排隊 這時候誰知道有個朋友 嘩 他說也不用說話 立刻 這個 很快就跳跳一下 就走到前面 還站著寶寶雞前面 是這樣的 寶寶雞就看到前面 現在看到前面有人插隊 站在前面 寶寶雞就很不開心 不開心 他就說 你有排隊 這些是說普通話的 然後呢 連接著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 就說了 他說 排什麼排隊 我現在不是排隊嗎 我正在排隊啊 哼 你是不是要打架 哇 他們很想打架 你們在排隊 那個是誰 那是誰 不知道 龍鼠仔 龍鼠仔 嘩 牠這麼大 然後呢 寶寶雞聽到牠這樣說 然後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怕到牠心肝都跳出來 很害怕 很害怕 對 其他朋友呢 我們有猶豬仔 猶豬仔 嘩啦啦 牠們看到呢 覺得對嗎 不對 不對 但牠們不敢說聲 因為牠們很害怕 老鼠仔會 嘶 吐牠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好在 笑到指標 吐 對 有位朋友 他很勇敢 很正常 你猜是誰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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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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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熊伯伯聽到之後就馬上走過來 馬上走過來 蘇大飛 你一定跟我說 蘇大飛 你專搜秩序 你排隊 否則馬上離開 老鼠仔聽到之後 怕不怕? 怕不怕 怕 馬上離開 水頭喪氣 拖著尾 離開 對不起 抱歉 抱歉 這個時候 很多小朋友都看到 哇 很棒 哪個很厲害 小老鼠 紅伯伯 紅伯伯很厲害 還有呢 小獅子 小獅子 他沒有睡覺了 小獅子 很厲害 小獅子 為什麼呢 原來小獅子很勇敢 很勇敢 很勇敢 很正直 終於 大家就專心排隊 上了纜車 他們上了纜車之後 去到山頂了 很開心 是否周圍玩 好像你們剛才說 周圍玩 想玩什麼就玩什麼 玩得很久 玩得很開心 玩玩一下 咦 肚餓 肚餓 肚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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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找東西吃 這時候有個小朋友 他很大方 你猜他是誰 不知道 他走到小食堡 買很多食物 他買了什麼食物 雞腿 漢堡包 汽水 薯條 心文治 芝士 紅腸 雞翅 什麼 什麼 還有豹菇 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蝦條 薯條 我喜歡吃蝦條 我也喜歡吃蝦條 漢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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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去拿東西吃 最終的食物 我喜歡吃蝦 對 吃蝦條 吃蝦條 見大家吃蝦條 他就 看小賣部的山羊姐姐 他找些錢 對不對 他拿錢出來數一下 剛才 買了80元 80元 他就給了100元 2 大家介入數 100元 給山羊姐姐 買了80元 應該就分多少錢 20元 哇 給這隻掌聲好嗎 大數買得很快 非常好 對嗎 多20元 那跟著 漢堡堡就數錢了 數 10元 20元 到底是多少錢 30元 30元 多了還是少了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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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10元 啊 好厲害 這就是我行運得分的錢 等我先帶著他 又可以再買個食物 這個時候 有個動物小朋友 看到 他是誰 小獅子 小獅子 小獅子就跟我說 她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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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 你是小行 得分你的錢 不應該居為己有 小獅子 對嗎 青蛙老師 對嗎 對 對了 這個時候 但是 嘩 嘩 嘩 好像不太好 因為 這是我行運得分別人的錢 其他小朋友 你們認為怎樣 不對 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樣 生養 對 生養姐姐就會等老闆罵 對嗎 對 然後媽媽就找 媽媽好像說 不是太好 她覺得有點殘忌 然後說 好吧 我就還錢給生養姐姐 這樣 於是她就走過去找生養姐姐 你猜這個時候 小賣婆婆的生養姐姐在做什麼 她點完錢之後 發現不見了三元 什麼 她就很擔心 對 哎呀 慘了 不見了錢 怎麼會不見了錢 你點了嗎 對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老闆可能會罵我 還有不讓我做事 炒了我 還有 第一天上班 對呀 你們知不知道 我家裡我媽媽還病了 她沒有錢看醫生 我一定要用心機賺錢 暫時給我媽媽看醫生 如果你媽媽不舒服 靈了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你認識不認識她 認識她 認識她 那這個時候 她很不開心 很擔心 她就想想想想 她想哭 那這個時候 媽媽就走過去了 然後她就說 生養姐姐 Excuse me 不好意思 剛才我買東西吃的時候 你走多了 10元給我 我現在還分給你 嘩 接著生養姐姐之後 好開心 多謝你 娃娃娃娃 幸好你還分給我 我不想被人炒魷魚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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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好不開心 好開心 原來她做一個 成實的小朋友 是很開心的 然後你猜其他小朋友 是不是很欣賞她 是不是 很欣賞她 很欣賞她 有沒有給她掌聲 有啦 給她很多掌聲 而且 這個時候 我們的 大白兔 哥哥 叫做 志多多 出來 對了 志多多出來了 然後志多多 跟阿娃娃娃 說 說什麼 阿娃娃娃娃 娃娃娃娃 說什麼 你先留住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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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 是嗎 出了一點 那我先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看看大家聽故事聽得好嗎 來吧 如果你是珠露露 你看到前面BB雞在排隊 你會不會跑上去 跟她聊天然後插她 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會插她 你先說完 如果你插隊不好 警察會不會拉你 插隊是不對的 或者你不排隊自己的位置 就不守 不守秩序 說得好 不守秩序 是不對的 非常好 問題的問題先 請教大家 如果你在排隊的時候 有人在你前面插隊 那你怎麼辦 可以告訴老師 可以告訴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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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告訴我 麻煩可以派隊 麻煩可以 不要插隊 請不要插隊 請不要插隊 不要插隊 是嗎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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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派隊 麻煩你派隊 然後看到地上有些錢 咦 撿到錢 那應該怎樣做 還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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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誰 問誰的 或者給警察 或者給警察 或者看到那個人 那些 你看到那邊 那邊走 那邊走 跟上去 給他 非常厚 非常厚 萬一 撿到錢後 帶了我 不知道是誰 問是誰 沒有人認識 那怎麼辦 放菜 給叔叔 好 先給點掌聲 好嗎 對 先給叔叔 找誰 讓大人去處理 讓大人去處理 叫他先 那如果我 把他帶給自己 我來買 包包糖 先吃 不合 不合 不如 不如 自私 對 要路不合 不是 非常好 哇 原來路不合 你也會說 我 好厲害 好了 很開心 其實 我就是 啟絲小學 附屬幼稚園的 一個小朋友的家長 剛巧學校 就邀請我過來 幫忙說個故事 我們很多時候都參加 學校的活動 做義工 都很開心 找到連續有一套漫畫故事書 很棒 我覺得很適合他們 就拿來用 今天的安排 就看到他們 小朋友很活躍 很開心 對 很享受 這個講故事的過程 我聽到梁主任 聊起的時候 昨天就找時間 看看小朋友 跟他玩遊戲 發覺他們很活躍 很有賴貌 很喜歡玩 尤其喜歡那種 空間感的感覺 我覺得挺好 不如我們想想 不如我們設一個 好像野外露營的感覺 給他們一齊 野外聽故事 所以就設了一些 帳篷 吊床 天幕 看到他們都玩得很開心 小朋友他們很喜歡聽故事 透過故事的形式 去學習當中的道理 他們的好奇心 吸引到 很專注 學習很快 又很輕鬆 所以在今天的環節 我覺得他們都很享受 這個場景 亦都很享受 故事裡面 人物的角色扮演 還有那種想像力 發揮那種想像力 去扮演代入的角色 學習了一些道理 我自小很喜歡聽故事 我兩個女兒也是 小女兒和大女兒 我現在四歲和八歲 小女兒也是 例如我們前兩天 找到這套故事書 就播給她看 因為有光碟 它是很正的 這個應該是上一個版本 播給她一起看 看完之後她又很興趣 我就說現在新的那套 其中有五個故事 我就說了這個給她聽 我就很興趣 聽完之後 又問我 爸爸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都是五分鐘到十分鐘 我就說完了 當中她很容易去代入的角色 和了解當中的價值觀 去做品德方面的教育 我覺得這套資料很有幫助 有時候我家長都希望 不單止她讀書要厲害 更加重要就是那個品格 要成為一個正直 一個好人 這個是給我們說 留很多幾百萬 幾千萬的家財給她 就是品格更加重要 所以就 十分鐘 但是很有價值 這套書是很正的 除了故事裡面 很適合她們的心理上的需要 很有趣 另外其實故事書後面 都有些 譬如一些家長可以引導小朋友 去問的問題 可以討論的問題 簡單三幾個題目 就很正的 很幫助 但是也有些重點的提示 譬如她這個故事裡面 譬如她如何專搜紀律 或者正直 這些重點 可以看到 還有一個提醒 就是 一些討論的過程裡面 有些哪些方面 可以留意呢 這個是 對於一個家長 可能她平常都很少說故事 都已經是很好的指引 這個都很值得推介 因為網上 其實網頁裡面 有一個活力小添地 網頁裡面 就有一些親子互動的遊戲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玩 這個都有一些 有些獎品 很棒的 她小朋友做完之後 都要有成功感 她很快就會問你 喂 說下一個 麻煩 所以你媽媽就 每天給她少許時間 很值得推介 如果對漫畫故事冊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瀏覽以下的網址 我要先讓她看 在那裡 對漫畫會 紅色產品 裡面 怎麼會舉高 樂場 有